好,那現在進行第三案 病案協商行政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那就在場委員就有委員有美女 那雲慧機關還是司法院法務部 衛生福利部內政部警政署調查局 那司法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並按審查司法院行政院行情審議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即委員江永昌等16人擬據 刑事訴訟法增定部分條文草案案 前於108年4月29日審查 完俊即通過增定第 那是咖啡 即通過增定第七編之三 被害人訴訟參與 編明第17條條文 那我們只保留一條增定第455條之47一條 決議院會討論前均需交由黨團協商 那現在開始協商 那我們還是請司法院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這條保留條文的相關的溝通的情況 這個依照我們這個兩面板 就希望讓這個訴訟參與者在證據調查後 那犯罪事實訊問被告前他可以自己來問 那彰顯他在訴訟過程當中的主體性 也是在這一次修法裡面 一個各方很關注的一點 那原來段委員是有考慮說 這樣的設計會不會破壞在刑事訴訟裡面 那被告檢察官法院的三面對等的關係 不過我們考慮的結果應該還不至於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按照兩面板 讓這個被害人能夠有機會直接來問這個被告 這樣 好 那法務部有沒有要補充的 我們非常贊同司法院的意見 沒有補充 好 那這條條文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比較明顯的就是 段委員跟管碧琳委員有意見 那大概 剛剛我有跟段委員溝通過 那他現在就是 他對這條條文照兩院會選板 來討論通過他沒有意見 那你們就是再去跟管委員再說明一下 那個尤委員之前在委員會也是贊成這個條文嘛 那所以說我們也 因為只剩一條啦 那我們也是來做這個協商的結論 然後就請看看各黨團 然後再去跟有疑慮的委員再說明一下 看能不能把結論簽出來 好 那我們就做 因為大概就是只有一條條文啦 保留 所以我們就暫定這個協商結論的文字為 一 增訂第455條之47 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 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 那本日閒商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覺得 Extension 那是 頂級一 riches 我